台中有一名大陆籍配偶带着孩子上街 那么小孩他突然一下尿急 做妈妈的竟然不带孩子去旁边的医院借厕所 当场在路旁的这个路边啊 公然变腻 让路人看傻了眼 出声制止说 这样的行为没有公德心 反倒是遭到怒人 这个妇人怒呛她说 这上一下厕所有什么关系 那都是妹妹吧 妈妈带着两个小女儿在路旁公然变尿 路过车辆的驾驶看傻了眼 驾驶上前制止妈妈这种没公德心的行为 结果双方起了口角 互不相让 小姐 里面是没厕所是不是啊 搞什么东西啊 是太紧了又不是故意了 里面医院里面就有厕所了 搞什么啊 随地大小便是对的了 这干嘛那么笑 小孩子你也 我是骂你啊 小孩子 你要不要下来打一下小孩子 你家是没有小孩子啊 什么被小孩子那么注意 小孩子是可以这样尿的 妈妈要注意 为什么要骂 怎么要注意 你尿成这样子 你在大马路上尿哦 这下心都要吊一下 有什么关系 真的是阿拉卡 台湾是你家的哦 连这种话都骂了出来 显然火气不小 事实上根据废弃物清理法第27条 随地大小便如果遭举罚 可处1200元到6000元罚款 这位妈妈 明明旁边的医院就有厕所 小孩尿急 还是把小孩带进去借厕所吧 记者黄总盈台中报导